亚丹快乐 欢迎回到音乐线上 我是王世强 在昨天和前天 我们特别为大家来分享 新疆这个地区 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非常不一样的视野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同样为大家邀请到 新疆达人陈嘉祥 来到节目当中 嘉祥大哥你好 欢迎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其实讲到新疆 我回去翻了一下 我突然间想到 金庸写过一本小说 以前在晋诸时代 叫做书建江山 后来就再出版的时候 叫书建恩仇录 里头其实就有讲到新疆 因为我印象当中 这个男主角陈嘉洛 跟这个香香公主 是的 还有提到很多像昆仑三派 天三老妖 都是讲新疆的 对对对 包括像那个梁雨生的小说 七剑下天山 刚好就是天山山脉 是甚至我自己还尝过 那个最好吃最珍贵的 叫天山雪莲 真的还有这样 真的有这个东西 它是在整个天山山脉 海拔大概在四千多米的部分 白白的一个部分 那个吃起来 那个非常的养生润肺 非常就冰冰脆脆的 非常非常的香 但是是要冬天去才会有 其实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 有嘉强大哥为大家介绍 包括像是新疆地区的地理地形 还有哪一些的城市 还有路线 甚至还包括一些交通工具 现在都包括有飞航 还有公路 透过这个游览车的方式 来进行旅游 那但是到新疆 还有各种不同的食衣住行 那包括像是 他们的餐厅晚上都不开的 是的 到了晚上呢 几乎他们就是比较不营业了 不过酒下车 他们的作息时间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他们的午餐时间 大概是两点 晚餐时间大概是在八点 那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 再去吃饭 或是要早点吃 可能就没有 因为他们的时差 是比较比台湾时间 大概要慢两个小时的部分 不过我想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达人的专业要发挥 因为有很多地区 其实当然你可以 透过自己去旅游的时候 是很放心 但是像新疆这个地区 因为它真的太大了 而且太地广人稀 而且相对来讲 有很多是只有在当地的游牧民族 他们才熟悉的一些生活方式 对于一些 你出到那个地方 第一次去的人来讲 你不熟悉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对你是有风险性的 是的 可是那些地方 对于新疆来讲 又是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的 所以真的没有去过新疆 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整个 像维吾者人最多的地方 那甚至呢 看一下很漂亮的叫清真室 吃看看当地的一些 他们当地的羊肉 甚至呢 在新疆 在整个传统的习俗 他们自己有 就所谓的叫十八怪 我大概分享了几个几怪 让听众朋友 大概了解一下 比如说比较有特色 他们是回族人 那吃的饭呢 就是回族餐 用手抓饭的部分 所以呢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就是吃饭啊 就是请客吃饭 不用快 所以他们是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类似用这样的 游牧民族的部分 那游牧民族啊 他们怎么去追 男朋友跟女朋友啊 他们以放羊的 为主的部分 有一句 有一个怪啊 叫做鞭子底下谈恋爱 那个鞭子是指在放牧啊 不是拿个鞭子在那边上 所以放羊的时候啊 在放牛的时候啊 在那边谈恋爱 另外一个 他们在整个宗教 在整个伊斯兰教的部分 他们去那边 你可以观察 他帽子有白色的 还有一种很奇怪哦 男人爱把绿帽戴 那边还可以看到绿帽子的 喜欢戴男子啊 所以这不用特别去压抑 就是他们在整个成年的时候呢 就会习惯 就可以戴绿帽子了 嗯 所以其实在新疆这个地方 真的 因为他们的民俗习惯 跟我们印象当中是非常不一样 而且呢 其实现在你真的有机会可以体验到 不是只是地理跟历史课程里面 而且他跟一般像我们讲说 欧美的这个旅游 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那在昨天跟前天的时候 其实也特别介绍过 在这个地区 它的气候还有各方面 其实你只要注意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难 或者说很艰辛的一个路程 大家的气候只是比我们稍微干燥一点而已 是的 如果以气候的话 一般如果家长喜欢带小朋友去的话 不要认为就新疆很远很偏僻啊 那可能就没办法去的 暑假的之前 我还带个两队的家长带着小朋友 他们去的新疆 我们就玩了13天 然后呢 小朋友看到一个荧幕很奇怪 他们就为什么把床放在门口外面 所以新疆有一块叫做铁床摆在大门外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啊 新疆也会很热 甚至呢 在吐鲁番挖地的那边在整个温度可以高达 大概整个42度 那如果是地表温度的可以高达到五六十度 所以那边又可以像可以体验到整个西游记啊 那边有一座山叫做火焰山 也是靠近在整个吐鲁番 吐鲁番盆地那个地方的部分 那如果天气很热啊 还可以看到他们女孩子 他们女孩子的裙子啊 穿在裤子外 这是新疆维吾祖人他们一个特色 而且也不要错过他们晚上 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啊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载歌载舞 他们弹的最有名的乐器 主持人应该有听过叫做东布拉 一种很独特的弹波的 像新疆的吉他这样子 是的 他的声音呢 非常非常的清晰 非常非常的妙 但是伴随他的声音 以及听他们的音乐 然后看到他们的跳舞 真的是视觉享受 知觉享受 听觉享受 都能体验到了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整个新疆之旅的部分 而且我想新疆 虽然它是有这种大自然的形貌 还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 比较独特的历史跟古迹 而且呢 我想最重要 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会想要买东西 对 讲到新疆的特产好了 一般我们讲新疆的特产 我们大方向 有一黑一白一点红 但是黑的东西的带不回去 为什么 它产石油 目前在整个新疆产石油 目前也是新疆最富有一个城市 叫克拉玛伊 那有点像是美国的拉斯维加市 它原本是一个不经意的 一个非常的沙漠的小城 结果底下蕴藏的非常丰富的时候 你大概平均大概一公尺到两公尺 就可以挖柴掉整个石油 所以是新疆最富裕的地方 它现在打造成的一个 整个克拉玛伊 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这是没办法带回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观光式的城市 对 克拉玛伊是一个观光式的一个城市 所以一黑 这没办法带回去 石油跟煤炭 这没办法带回去的 那二白 这或许 现在叫昆仑山 昆仑山当然 很多武侠小说里面 都会讲到昆仑派 但是昆仑山又叫河田山 就刚才讲 河田山又产河田玉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历史在 是的 这个再话说回到整个 中国人的最老祖宗的山脉 我们都是从昆仑山 最祖宗支流这边出来的 那讲到昆仑山 一定要昆仑山下 有一个城市叫做河田 那因为整个河田玉 也就是叫昆仑玉 它曾经是 北京2008年 金牌奖 就像了河田玉 在这里面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 在乾隆在1765年的时候 他收复了新疆之后 就把河田玉 然后进攻到整个 乾隆皇帝 所以在整个乾隆皇帝 真的是爱了整个 新疆的河田玉 也就是昆仑玉 非常爱不释手 那也可以体会到 整个新疆 那一般的台湾的民众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整个河田玉 甚至新疆玉 上等上等的话 叫做那个养子白玉 可是那个真的是 可遇不得夺求的部分 必须现在距离 已经有350几年了 现在如果你要找到一个 那个真的是价值非凡 而且大部分都被人家 已经收购了 它流浪在外面的 已经是翻了 不是十倍 可以说是真的是百倍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知道 那你要慎选这种 玉的部分 还是要挺专业的领队 或者是导游 来给你一些耳听面密 不要你买到一个 是只有玻璃的东西 甚至只有一个 复制品的东西 不是很穿 却花了冤大头 这也不希望 整个台湾民众 这么辛苦的老远一趟 跑到整个新疆 遇到这样的问题 而且最难得的就是新疆 真的我们之前提到说 它虽然地广人稀 而且很多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 当然就是不断的在不同城市 或者说环境当中 选择生活的停留点 但是新疆这个地区 还是有历史古迹吗 有的新疆的历史古迹 我们来讲一下 比较有一个特色的话 就是在新疆 为什么会纳入在新疆 早期的新疆 它是属于一个西域的地方 它是一个边陲之在 在1885年的时候 从这故事讲起的时候 这就是在整个清朝 有两位大官员 一个叫李鸿章 李鸿章甚至把台湾 跟朋友各浪出去了 那在那时候呢 新疆是边陲之带 甚至没有人是管他 所以李鸿章也建议说 那就不要了 这么大的地方 根本你每年花 去整里整地 治兵牧草的部分 要花三百万两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但是有一个叫 闪关董珠的 叫左宗堂 他认为说 新疆是整个中国西北之处 你如果这边 没有去固守的话 游牧民主义 甚至到匈奴 很多的 会侵蚀到中国的内地 甚至引述到中原的部分 那就会何患无求了 所以呢 接受了整个 整个左宗堂这边的建议的话 所以左宗堂在花了七年的时间 用训练不及的方式 把新疆收复了 所以新疆正式在 1892年之后 正式归入于整个 新的清朝的大盘图的部分 那这种中间就发生一个 很故事了 在河田地区 出了一个美女 也就是所谓的 维吾尔族的美女 这个美女 新疆维族的美女 被禁贡到 送给乾隆皇帝 做什么 做妃子 所以呢 他每次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会散发出一种 整个虚欲美女 这种的香味 所以他就 所以在整个乾隆皇帝 就直接见他叫香妃 香妃 真的味道好香 但是我没有闻到 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想如果真的闻到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因为不是乾隆皇帝 那我想这个香妃的故事 就跟我们今天 一开始有提到 这陈家洛跟香香公主 就书建恩仇录 有兴趣的人去看小说 或者是搜寻历史典故就可以 但是我相信 这个香妃 香妃墓 就算是在新疆这个地区 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个旅游景点吗 是的 因为在整个香妃 就下给乾隆皇帝了 可是他嫁给乾隆皇帝有三件事情 他说第一个 我要到北京的时候 请你要帮我 道指尽城 你帮我打造一个清真室 我才要过去 因为整个宗教习俗不一样 乾隆皇帝答应他了 答应他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的哥哥要陪我去 不然我都没有亲了 我会很辛苦的部分 乾隆皇帝也答应他了 第三件事情知道什么吗 就是他也要求是 我不信如果我病逝在直径城的 我希望我能够回到我的老家 也就是柯石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乾隆皇帝最后跟他相处了 大概有七年的时间 最后不信病逝在直径城 乾隆皇帝非常信守他的诺言 也是亲自这么远的地方 条条大概接近快接近有2200公里的部分 亲自把他送回去 喀什帮他打造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 叫香菲墓 所以这也是整个去新疆的一个大城市 叫喀什寺 也可以去欣赏到整个一个香菲墓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有一个爱情故事也在里面了 所以其实新疆和我们一般想象当中 我想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活过来 不是只是在地理跟历史课本上面记载的一些文字或是图片而已 因为新疆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 他有三大山脉 两大盆地 还有这个沙漠的部分 甚至还有一样有从古至今 有历史的故事 还有现代活生生的这些游牧民族 现在仍然生存在这一块土地上 而且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存在 那假想大哥是不是最后还要和我们分享些什么 最后的话 我再把整个新疆大概做个一个总结 因为在整个新疆 它面积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你要选择你要的对的时间 跟对的一个景点 当然是选到对的人 然后能够一起去的部分 那甚至呢 如果去新疆的话 时间有够的话 在整个新疆周围的一项甘肃走私路之旅 可以去欣赏一下 还有包括青海 中国最大一个青海湖也都有 甚至在最南边有接入到一个西藏 所以这也是一个西藏 也是在整个新疆最南端一个城市 在新疆又在整个周围 在整个西北地方的 有八个国家一个零线 所以呢 甚至有人要想去土耳其 现在变成说是乌鲁木齐 又是一个转机站了 所以整个新疆是整个中国 中国最西北的一个边陲最大的一个省份 而且有46个台湾之大 如何在8天到12天呢 来体会整个新疆之美 新疆之大的部分 那就是请听众朋友要选到对的时间 然后去选到最对的地点 比如说现在是12月 我就推荐听众朋友们 能够在选择 8加1天的部分 然后就选择南疆的部分 欣赏一下整个南疆的城市 克尔热市的部分 然后还有包括整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沙漠 塔格兰港沙漠路 我们走定的这叫沙漠公路 然后去体验一下整个新疆最大的一个浴市的部分 叫和田市 甚至到克什看一下整个湘飞幕的部分 这是属于8天之旅的部分 也是在12月份1月冬天走南疆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于春天夏天以及秋天的话 我建议就开始走北疆的行程 走北疆的行程 可以看到不同一样的自然风光自然风貌 也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体会一下 这段新疆之旅 我相信更多的资讯 听众朋友还可以透过嘉祥大哥 陈嘉祥的部落格 在我脸书的部落格 幸福新疆 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资讯 还有精彩的照片 我们也非常感谢嘉祥大哥 这三天来为我们分享了 他这么多在新疆的丰富的经验 也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 谢谢嘉祥大哥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以上内容由中华航空与您分享 前进乌鲁木齐 华航带您发现新疆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的是以古典巴洛克时期的乐器编制 重新诠释演出的新疆民谣 掀起你的盖头来 不知道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新疆 或者呢是不是向往到新疆旅行呢 好 从现在起呢 每周一的一二三晚上的音乐线上节目呢 主持人王世强呢将会跟新疆达人陈嘉祥先生呢 要带您一同感受新疆壮阔好汉的好风光 还有呢要感受新疆冬季银白色的梦幻 这节目呢已经呢从礼拜一进行到今天 今天呢星期三呢 就是要请您呢跟着历史人文的角度来亲自巡礼 要发现新疆独特的文化 就是呢什么是新疆十八怪呢 好像是呢古斯道上地名怪 风吹石头砸脑袋 还有呢什么是鞭子底下谈恋爱 以及呢吃的烤箱锅盖呢 在今天晚上音乐线上节目六点二十分呢 主持人王世强呢 就会跟新疆达人陈嘉祥先生 要告诉您什么是新疆十八怪 而知道这新疆十八怪之后呢 相信您对于新疆独特的文化 还有历史人文呢也将会更加的了解 请您绝对不要错过了 这是呢在星期三 就是今天晚上六点二十 音乐线上的节目 行走大新疆的节目特辑 欢迎您可以准时收听 你说有时候离开是为了追寻更好的 你说炮鸟飞得再高再远 还是会回到出发的地方 就算拥有全世界 都比不上永远放在心上的家 几美一品花园 实现回家的渴望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几美建设 几美建设 平原梯 大林组 台北最接近世界的建筑 永和 几美一品花园 8928 8588 明家 名曲联手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权威音乐杂志 音乐美国 评选2012年度指挥家 范志登 将带领香港管弦乐团 演出肖世塔高维棋 第五号交响曲 并与中国知名小提琴家 宁峰合作 演出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 12月11号 台北中山堂 香港州2013 香港管弦乐团 范志登的肖武 明家出手 浑然忘我 只想拍手 购票请下两天院售票系统 浩瀚的大漠戈壁 银白世界的天山天池 东方热士之称的克纳斯 冬季的新疆乌鲁木齐 中华航空带您体验 前所未见的梦幻冰世界 华航直飞新疆乌鲁木齐 每周二五出发 只要六小时直达 团体行程众多优惠 体验冬季限定版的梦幻雪白新疆 正是时候 更多精彩行程 请下中华航空及特约旅行社 亲爱的爱乐父母和老师 您好 过去多年来 许多关心孩子的父母和老师们 一直建议电台能够出版儿童古典音乐 入门有声书 并配合目前各级学校 越来越重视美育的发展趋势 爱乐电台花了两年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第一套 自行规划的有声书 音乐精灵图书馆 希望能让您和孩子 一起进行有趣的音乐亲子互动 成为孩子的音乐启蒙老师 古典音乐电台的责任 是创造更多的音乐家庭 而不是音乐家 一生的古典音乐计划 可以从小开始规划 我们认为 能为孩子的一生 培养正当的兴趣和嗜好 可能比给予财富更有意义 欢迎您上网查询及试听 我们的网址是 www.e-classical.com.tw 或来电驾询 02-8768-3399 谢谢您长期的支持 并欢迎给我们批评和指教 现在购买 可向七五折优惠 详情请上爱乐电台官网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